地球遭遇太阳毁灭危机 人类必须迁移 寻找新的太阳系 经过漫长的岁月 终于找到了新的太阳系 但是我们遇到了陨石流 虽然我乘坐救生舱幸免遇难 但是一切高科技装备全没了 我得在这个不知名的星球活下去 兄弟 我来了 看我闲鱼图是 死吧你 诶 它人呢 我去 真非是 它被吉隆一屁股给做晕了 不会隔屁了吧 嘿 兄弟 你还活着吗 不行 我得先把它给拖出来 我的天哪 这家伙可真重 咦 好吵 这家伙怕是进化失败了吧 我先把吉隆的肉给收集了 怎么办呢 它将在那个悬崖上 唉 把它丢在这里 肯定要凉 我还是好于做到底吧 这脚 几百年没洗了吧 兄弟 你是踢足球的吧 我的妈呀 差点把我给累死 它将我也进不去啊 怎么办呢 哎 它手上的是芯片吗 小艺 你能扫描它吗 没错 这就是芯片 属于地球最早期的高科技产物 这块芯片已经损坏多年 估计已经不能使用了 那它是地球人吗 是的 它就是地球的人类 哦 没想到在这里 遇到了老乡啊 但是 它好像不会说人话 这是为什么呀 这个小伙子的声带已经退化 估计是在这个星球 没有开口说过话的原因 那你能治好它吗 OJBK 好了吗 它现在不仅能说话 还能高歌一曲 小艺 要不要这么撇 话说 我要怎样弄醒它 您可以在周围的灌木中 找到一些白色浆果给它服下 这样它就能苏醒了 好的呢 请 大狼 该吃药了 小艺别闹 兄 兄弟别 别慌 我没有恶意的 你试试看 你现在能说话吗 你 你是谁 我是因为来自地球的科学家 刚刚你在跟急龙战斗的时候 被急龙一屁股给坐晕了 我把你救下 并把你带回来了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天 黑 危 险 回 家 好的 画画 走 我们去它家看看 好嘞 等等 你是要请我喝十全大补汤吗 嗯 这汤真美味 好喝 话说 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说来话长 你要听吗 要的要的 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好吧 在十年前 我曾是地球护卫队的一员 每次任务都完成得特别好 因此 上级嫉妒我的能力 于是他将一个 极度危险的探索任务 派遣给我们小队 在我们即将靠近这个星球的时候 遭遇了陨石流 破坚到了这个星球的时候 只有我活了下来 我的战友 还有我 心爱的他 难怪你家旁边会有三座墓碑 原来是你的战友啊 兄弟 解爱吧 其实在你降落到这颗星球的时候 我已经发现你了 在这期间 我偷偷观察了你很久 在你外出的时候 我将你家里的东西全都拿走了 在此 和您说声抱歉 哦 原来是你啊 我还以为这个星球有鬼呢 没事没事 已经翻篇了 天色也不早了 你今晚就在我这里过夜吧 好 好吧 你你你晚上不会对我做点什么吧 你就睡这吧 我可以睡楼上吗 可以 你你别再跟上来啊 赶紧睡吧 赶紧睡吧 啊 终于可以睡上一觉咯 终于可以睡上一觉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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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好啊 来喝汤吧 好喝 我靠 吓我一狗跳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霸王龙头骨 我在一次外出打猎的时候 发现一头霸王龙 和一群剑龙在搏斗 当时的场面 太可怕了 霸王龙把剑龙 全都干掉了 但是霸王龙 也奄奄一息 我拿着长毛过去 直接将它给结果了 霸王龙身上的气息 可以让周围的恐龙 不敢靠近 所以 我把他的头颅 带了回来 这样能避免不少的麻烦 厉害厉害 换说是我 肯定躲得远远的 哪里还敢去偷屁股啊 哦 对了 我差点忘记了 为什么要来找你了 哎呀 我昨天训了一头剑龙 可是那家伙 不听我喜欢呀 我看你家的头红兽 和爬马 都会主动攻击我 你是怎么办到的 能不能教教我 跟我来 我的天 你是怎么做到的 就这样 你试试 真的可以 太棒了 谢谢你 不用客气 那个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嗯 能不能搬来 和你一起住啊 你家的房子 我很喜欢 嗯 你放心 我不喜欢男的 啊 啊 可以 你来吧 那太好了 我这就回家搬东西去 走吧 花花 我们搬新家咯 嗯 我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